记者谢介于南投报道,桌游相信大家都不陌生,但你听过的游,这是南投县竹山正里于国小新推出的创意教学,校方特别在校园户外空间规划一处名为花园步道的园区,并种植各式各样的花草,以及时节作为进出的动线后,将猜拳,跳格子等游戏融入教学之中,不但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,也达到认识植物,昆虫等次数, 自然生态教育的目的,鲤鱼国小因为于竹山偏远山区,使得校园自然生态远教都会区学校丰富,也成为校方在推动多元教学的重要筹码,经老师们一番脑力激荡后,遂于日前推出名为的游的创意教学,校方表示,花园步道园区除了原生的蕨类以外,还有秋海棠,矮切牛,白火鹤,金鱼草,紫辈万年, 年轻等近五十种花草,在得游教学过程中,便由小朋友分组进行,首先由猜拳赢的人出题,一旦对方答对便可依实界往前进一步,若答错的话,则由出题者往前进一步,最先抵达终点者或胜题目,则以圆区的花草,昆虫为主,如猜名称,颜色或七个等等。 由于不向卓游局限于室内,就算下课后,学生们走出教室,也可依彼此约定的游戏规则进行的游,不但打破坐在教室学习的传统观念,也增进对校园环境及自然生态的了解,进而培养自动自发的求知精神。 可说是好处多多,也难怪深受学生们喜爱。 值得一提的是,李渔国小虽是偏向小校,但却是以发展科学及创意教学建长,也曾在Sony科学大厂中夺冠并远赴日本交流,已至全校学生人数也从两年前的21人,迄今已至31人,大幅提高家长与学子在地就学的意愿,更显得难能可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